特朗普不得人心 人人诛之 中俄欧将引领世界对抗美国 月24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启了访华之旅 这是他任内第11次访华 也是其第四次连任后的首次访华 恐怕也是最弱势的一次访华 最近这半年 阻隔几经周折 国内掣肘增大 法国试图挑战德国的欧盟领导权 特朗普制下的美国咄咄逼人 尤其是后者 让默克尔挠头不已 舆论普遍认为 默克尔此次访华 是寄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来缓解美国带来的压力 为自己为欧洲纾困 当地时间2018年4月27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聚焦贸易议题 中美贸易争章告一段落 但欧洲国家还在挣扎 欧盟委员会18日公告 以通告世贸组织一份未来可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 如果美国对欧盟加征钢率关税的措施生效 欧盟将采取报复措施 在特朗普贸易保护的大旗下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受害者 钢履 汽车等面临美国制裁的多个产业 都是德国的支柱产业 正因此 德新社评论称 默克尔访华是希望中国能站在欧盟一边 共同对抗美国的保护主义 默克尔访华 图片来源 德新社 默克尔此次北京之行 另一个背景是美国宣布将退出伊核协议并制裁伊朗 还给欧盟下了最后通牒 不跟随 就连坐 由于自身经济利益乃至社会稳定与伊朗局势息息相关 欧盟对履行伊核协议一直态度坚决 自5月8日后 欧盟已数次表达不满 其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默盖里尼公开声明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没有替代品 只要伊朗遵守其核承诺 欧盟将继续完全和有效地实施该协议 众所周知 默克尔来华之前访问了俄罗斯 在关键时期 欧洲领导人走访美国的两大战略竞争对手 双方详细可见一斑 当地时间2018年5月18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 并送上鲜花 欧盟与美国渐行渐远 赵投早已有之 2017年3月 默克尔同特朗普的第一次会晤 就发出了不和谐声音 特朗普对欧盟重视的G20不怎么上心 还就北约分子前 成员国军费占GDP2% 敲打默克尔 而默克尔对美方催账相当不满 特朗普抱怨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 而默克尔暗对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 至于移民和难民议题 特朗普强调移民是特权而非权利 默克尔则说全球化应以开放和公平方式构建 在许多问题上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分歧 以让世人看到了美欧关系弱化的一面 而现在 纲旅关税制裁威胁和伊核协议制裁通牒 更让欧盟认识到 老大是靠不住的 这些年 美国说敲打盟友就敲打盟友 说退群就退群 不断带给全球盟友暴击 除了德国 美国的其他盟友也明理按理新生院队 韩国拒不多付诸军费用 韩美同盟遭质疑 日本方面已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准备好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采取反制措施 澳大利亚总理也一改往日面目 想要今年访华 美国优先 冷战结束后 美国人一度认定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到特朗普时期 则直接打出了美国优先旗号 种种跨大西洋关系的尴尬 已经表明美国在世界更多的面临住离心力而非向心力 如澳大利亚缩标 美国对盟友的任性之举打出去又弹了回来 伤害住美国自身 对默克尔的第11次访华 我们表示欢迎 并仍应抱以信心 毕竟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中德 中欧合作给了世界一颗定心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